来 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看到你真开心 转向另外一位跟他说 有你真好 回到属灵的家真好 那12月份呢 我们已经邀请了好多的讲员 你没有看到今天好多的洞啊 不懂是他们出国还是Bontaine 你转向你旁边说 哎呀 还好你有来 那今天虽然没有新人 不过下个星期一定有 Amen 教会不是来参观的 是来参与不只是回应 你知道吗 不只是在那边 耶耶耶我要带朋友 可是没有带 参与的意思就是一定会带朋友 好 来我看到有些人点头 一定会带朋友 Amen 因为如果你一人带多一人 这个地方就没有地方做了 我期待看到说 我们不只是一个讲道的人 或者是传道的人 我们是行道的人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因为今天我们要从你那里领受 我们知道说 主啊 十月份是一个传福音的月份 十月份也是一个 我们能够把好消息 带给更多的人的时候 所以主啊 你让我们 这个时候 心中有一把火焰 主啊 燃烧着 不只是我们自己 主啊 我们周遭的人 都能够看到这把火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一起讲 Amen 十二月份是圣诞的月份 其实我上个星期就收到这个 圣诞礼物了 我差点讲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没有这么多 不过圣诞礼物 上个星期就收到了 我看到 哇 原来是给我的孩子的 不是给我的 你们收到圣诞礼物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 圣诞节要到的 刚才牧师已经讲了 你走到无节路的时候 看到什么呢 哇 好多的灯 对不对 Christmas light Christmas present 很多Christmas东西 就是要你去花钱 然后呢 要你去坐飞机 去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是Christmas season 可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其实不管 无节路的灯光 有多么的美 真的在那一天晚上 平安日的时候 平安夜的时候 那个灯光有点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在开始 整个系列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好不好我们回想起那一天 然后我想到说 其实那天晚上 有好多的星星 对不对 其中一颗星星 是非常亮的 而东方博士 在寻找这颗星 为什么 因为他指向我们的救赎者 好 跟你旁边说 指向 我们的生命 要像这个星一样 Amen 我们要指向这个救赎者 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有好多人 像东方博士一样 他们在寻找 他们在 他们在找真理 其实最近我在挑战 这些同工们说 不只是 我们要叫别人传福音 我们叫小组写卡片 我们自己本身要做的 所以我给我自己 今年的挑战 就是我要开始写卡片 还没有分出去 因为我42岁 我每年都有一些的突破 所以今年42岁 要写42张卡片送出去 那写这42张卡片 不是乱乱写的 不是 Merry Christmas 就是这样过去了 我要仔细地去想 然后我要看 还有哪一些人 我很久没有去reach out的 然后我也挑战自己说 在这几个星期当中 我要跟至少20个人传福音 我希望看到有两个人信主 所以上个星期 我就开始又去 开始载人 那我载人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 Filippino 他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不敢跟他讲太多 就是反正载他 我说怎么样啊 你好吗 然后他就问我 你做什么工作 我说我做教会的工作 他就说 我是在这个餐馆 是哈拉的 然后我听到哈拉 应该是回教徒 那真的是回教徒 可是不到两三分钟的旅程呢 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心事 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 他父亲刚刚去世 前几个星期 他的哥哥刚刚去世 在几个月之间呢 他的父亲 还有他的哥哥去世 只是在一个很短的路程 将近应该是有10到15分钟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见证 我没有机会跟他讲完整的见证 不过呢 我可以把盼望带给他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周遭的人 有好多人在寻找 跟你朋友们说 他们在寻找 有些人不在寻找 不过有好多人在寻找 他们在问 到底哪个宗教是真的 到底耶稣基督是真的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还有东方博士在 所以我们要相信 那一颗星呢 不只是上帝摆在那里 今天上帝摆我们在哪里 我们就要开始照耀 你知道我想到星星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去到蒙古 那是新加坡很难看到星星 在蒙古看得到星星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些城市的灯 所以很暗的时候 尤其是在 我们在游牧民族的地方 哇 我们就在那边看 在游牧民族 我们是最enjoy的 对不对 Melissa 猪敏 他们很enjoy 他们还住在蒙古包 唯一两个女生住在蒙古包 然后呢 我们都很喜欢做什么 晚上出去 因为没有那个城市的灯 每个人在那边望天 望到脖子很累了 就躺在地上望天 为什么我们都可以看到 整个夜晚都是 就是很亮就对了 满天星 一闪一闪的亮晶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每一次 我看星星的时候 都有人会说 哇 你知道North Star在哪里吗 有没有 有没有看星星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没有啊 你们去K-Long的时候 就会有人问 North Star就有一些聪明的人 就是 那那个最亮的啊 其实我怎么看啊 都看不懂 哪个是North Star 不过呢 流星有时候会看到 有没有看过流星的 会说一下 流星 什么是流星 所以会动的 对不对 会飞的啊 moving的啊 什么 我讲什么 讲错了吗 不是异星啊 是流星 所以有一次 我在看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在K-Long 在K-Long跟Hannah 韦玲 我们在欣赏星星的时候 就 诶 我看到一个 我说 诶 这个流星为什么走这样慢的 它在动 我说走很慢 后来他们说 这个不是流星 这个飞机啊 真的 因为太暗了 我说 对哦 这个 还有green 有红色的 因为我 我一直没有看到流星 我说主啊 为什么每个人都看到流星 我没有看到 我就看到 诶 那个那个 只是比较慢一点 是不是这个 他说不是 所以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到 星星 看起来好像 一闪一闪的 对不对 其实 星星 是很小的吗 不是很小 最靠近我们的星星是什么 就是太阳 对不对 所以在游牧民之后 我们也是这样看 我们看太阳 日出的时候 哇 在那个草原那里 看太阳 日出起来的时候 那个鸡蛋要出来的时候 哇 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 你不可以直接看 哇 看了就眼睛很痛 又要遮眼睛 又要看太阳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后来 我就想到 其实很久以前 我听过一个名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上帝就很像太阳一样 你不可以直接看他 可是如果没有了他 就什么都看不到 哇 我觉得这个名言很好 他让我们看到说 因为我在游牧民族那里 看太阳的时候 看日出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可是每次都遮住了 不然就用电话看 因为我们不可以直接看太阳 眼睛会很痛 可是呢 如果没有太阳 我们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原来这个名言告诉我们 我们真需要主 对不对 可是你能不能够直接去说 嘿 哈喽 上帝好吗 其实上帝比太阳还大 上帝比总统还大 上帝能够一口气消灭你的灵魂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 不要迟到 我们要尊重神 我们要来到圣殿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神的心 你明白吗 为什么主要讲说 你们听到的时候 不要在那边玩手机 要注意的听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神的同在的当中 阿们 神明之光的弟兄姐妹 都是有一种敬畏神的心 阿们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知道 我们在敬拜谁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仰望 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转向他 所以当你看到太阳的时候 你想到 可是没有太阳不能够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2章第36节 起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什么 光明之子 原来上帝不只是太阳 其实上帝要我们成为每个 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像星星一样亮 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青少年的聚会叫做什么 生命之光的聚会 所以今天我把主题放为什么呢 我放为成为光明之子 然后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你今天要发光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15节讲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在照耀一样 也就是像星星一样 你们曾经听过我们的儿歌对不对 你们还会唱吗 如果我们真像小星星一样 这样在这世上 我们应该能够让人家看到那个美 Amen 你的生命要够美 人家才会被吸引到上帝那里 可是当我去研究星星的时候 我发现到 其实星星不是像这个儿歌这样可爱的 像小眼镜很可爱 在那边唱 其实它的那个烧度 你靠近的时候就会被烧着 那你知道星星有几个特征 我今天跟大家讲三个好不好 然后注意的听 如果你们有读科学 你们应该懂 如果讲错 你可以纠正我一下 首先我发现到 星星的亮度是在于它的热度 也就是说 越热的星星能够照耀得更远 当然越大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星星的亮度是在于它的热度 我发现到 如果我们要像星星一样 我们要开始火热起来 Amen 如果我们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 我们很难照耀的 原来星星的亮度就在于它的热度 如果今天来到教会 你的热度已经不见了 你要小心 因为如果我们要像星星一样 照耀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能够有热度在中间 在我们的心中 有火热的心才能够照耀得远 然后第二呢 星星没有不发光的时候 它不像我们的灯 Switch on switch off 来教会 switch on 出去的时候 switch off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们来到教会 是switch on的很亮 哇 跟基督徒 每个星星在这里 好像Kabash来讲 哇 你好吗 耶稣爱你 是啊 怎么样了 出去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出去就开始抽烟了 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 他进去教会 他说为什么不要在教会抽烟 我问他 他讲不可以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 你在外面也可以 他说因为在教会 全部都是很好的人 在外面全部都是不好的人 我进去这里 我要做好人 我出来的时候 我要做坏人 然后烟就出来了 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们应该一致对不对 所以我们进出 都应该是一致的 星星没有一天是不照耀的 唯有哪一天是不照耀的 就是他死的那一天 原来星星不烧的时候 就是死了 他死了会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在上面 就是他会变成白色 然后过了不久会变成黑色 因为他已经死了 死了的星星 就是不烧的 不火热的星星 第二个状况就是 他是一个很大的星星 我们叫做Red Giant Star 那个Red Giant Star呢 是大到一个程度呢 他突然间越长越大 然后呢 他的那个氢气 Hydrogen 已经烧完了 没有Hydrogen的时候 他突然间爆炸 他在爆炸的时候 当他爆炸的时候 他就变成什么呢 一个黑洞 因为那个爆炸 爆炸力太强了 所以他的吸引力 吸进去成为黑洞 你们会不会 好像听不懂这样 不过不用紧 我很快一直讲完科学了 上课上完 然后跟你讲 然后他爆炸完了之后呢 他低吸引力 这么强 强到什么呢 强到他的光 都不能够跑出来 就是说里面有光 也不能够出来 所以叫做黑洞 如果我们的生命 像黑洞一样 连光都不能够出来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死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发现到 在教会有好多人 好多基督徒 就像死心一样 不能够照耀了 可能你知道 马太福音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 跟彼此讲好不好 大声来说 一二三起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只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原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世上的光 他没有说 你要指向那个光 就是我 他也说他是光 因为圣经刚才 跟我们讲说 在约翰福音说 趁着有光的时候 趁着耶稣还在的时候 趁着人子在的时候 你要随从他 你要信他 可是他也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 就是光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 原来你们就是那个星星 原来你就是在城市 点灶的那个光 如果你看到犹太人 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都是用蜡烛点的 然后当一个城市 在山上的时候 你发现到晚上 每个人都在点灯 你会看到整个城市亮起来 他说 城 照在山上的时候 是不是隐藏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要成为光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三方面 第一呢 光 不是被盖起来的 跟你旁边说 不要盖着你的光 因为他说 我们城 照在山上 不能够隐藏 可是今天 有好多人 他们的光 已经被盖住了 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去到你的环境 你去到你的工作场所 你去到家中的时候 你的光还能够照吗 还是你已经关灯了 还是你已经盖着了 盖着的基督徒就很像 那些卧底的基督徒 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突然间你会说 你也是Christian 我也是 不要跟人家讲 不然他们会每次在那边 针对我们 我在当兵的时候 每次跟人家谈谈 谈到我肯定不是那种卧底的 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可是我每一次在那个环境 我过了不久 我就觉得说 哇 好像是我一个人是基督徒 因为这个也出话 这个也出话 那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基督徒 发现他们不是 我就跟他们一起交流 可是有一些 我认定他们不是基督徒 To my big surprise and shock 就是我太惊讶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骂出话 比其他人还多的 然后有一天 我在跟他们谈 聊闲聊的时候 我记得当兵在BMT 最多时间闲聊的 对不对 那些当兵的人 BMT是最有空的 是不是 他们家里面摇头 那我们有时候 会有休息的空间 那有一次我的朋友就说 哇 你每次在读经啊 你是那个有没有讲 听不懂的话的那个教会 还是那种讲听得懂的 我说 我们有时会讲听得懂的 有时候也会讲听不懂的 他说 那个听不懂的 你们叫做什么 我说Speaking tongues 他说 Really啊 我在讲Speaking tongues的时候 他们就有五六个人 围着我 他说 来坐下来跟我们讲 你要知道什么 我又很不好意思 我说 你们要知道什么 Speaking tongues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 我在那边教导 属灵恩赐的课程 我还讲了不久 他们就说 讲几句来听一下 然后我说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乱乱讲的 我不是要讲给你听 我是敬拜的时候讲 可是你知道吗 人其实很想要知道 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 就是他没有Speaking tongues 他骂出话 每个人都听得懂的 他跑来我旁边 看到说 其实我也是基督徒 你也是基督徒 你要悔改 我跟他讲 我发现到很多 在做卧底 因为他把他的光盖着了 你知道 曾经 C.S. Lewis讲了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因为很长 我需要你的帮忙 来 起 教会的存在 就是要把人 引到基督 让他们成为小基督 如果不是在做这些 所有的教堂 牧者 宣教 讲道 甚至连圣经 都是在 浪费时间 上帝道成肉身 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目的 C.S. Lewis 跟我们讲什么呢 你今天来教会 唯一的目的 上帝要你成为小基督 让你的生命 人家看得出来 是像基督一般的 不只是这样 你的生命能够吸引人 来到基督面前 唯有这个是教会的目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呢 那我们再浪费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为什么人知道了这些 为什么基督教徒 知道这些 仍然不传福音呢 因为我们的推动力不在 所以今天跟你朋友们说 你要有对的推动力 一个很胖的人 叫他运动 是非常难的 你知道吗 除非他看到他的问题 除非他看到他的需要 原来基督徒同样的 当我们讲说 你要去传福音 如果你没有爱 激励你 你很难去传福音 因为呢 我们会惧怕 惧怕什么 今天还问 我访问我的太太 太太 不传福音 为什么不传福音 她说因为怕了 我说怕什么 她第一个 讲了三次 怕被人拒绝 有没有像 我太太一样的 怕被人拒绝的 回回手一下 哇没有啊 你们都很勇敢 来举高一点好不好 不然 OK 哇 差不多一半的人 我也是怕 Chris 你也怕吗 我非常怕别人拒绝 谁传福音 没有被拒绝过的 没有一个 我被拒绝很多次 不过 慢慢的你会学会 怎么不让他们拒绝你 因为是有技巧的 不更重要的是 有时候我们被拒绝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我们好像一直在注重 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我们不出去 对不对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就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 拆我 原来他们不是在拒绝你 他们是在拒绝耶稣 他们拒绝真理 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知道说 原来他们不是在拒绝你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拒绝 因为他们不想听 所以当我们去到人身边的时候 我们要胜过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我很敢 我在当兵之前 我在Polly的时候 我不敢 我甚至跟人家说 你要去宣教不要找我 等我 我不是像那些Super Christian 他们太Super了 我是那种non-Super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没有Super Christian 跟没有Super Christian的 就是有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本能 本性就是要造谣 我不造谣是因为 我还不清楚认识基督 所以我很害怕 很害怕人家只只点点 只只点 人家会指点吗 会 不是只点你的不好跟好 只只点点 在你后面讲你的闲话 会的 可是你不要怕 因为他们不是在拒绝你 第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我们害怕说错话 有没有像我这样 害怕说错话 回回说一下 不懂要说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我本来跟他讲 我要跟你讲 不用紧 Sir 我只是跟你讲三分钟 我跟他讲三十分钟 OK 因为我把整个圣经 各种跟他讲出来 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他很好在那边听 听听听听到 他要流眼泪 我还是不放过他 为什么 因为不会讲 什么都讲 我们其实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一个见证 Amen 如果我们很害怕讲错 我们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 我们就不开口讲 或者是 我们会乱乱讲 这个是有技巧的 有一次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 我记得 在中国宣教 我们一起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每次讲说 你们要小心 因为在中国 不可以乱讲话 你一乱讲话 你就影响那边机构 在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很小心 因为太小心 太怕讲错话 就不懂要讲什么 就几乎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在那边 他们又饮酒 我说不喝酒 不喝酒 然后他们就 没有什么话讲 那我们跟官员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讲 听说你的太太怀孕了 我说我很兴奋 我太太怀孕了 我说我太太怀孕了 所以你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 叫斯恩 就是Chloe 斯恩啊 为什么叫斯恩 我说思想神的恩典 然后赞美她 她就看着我 她说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是 我是基督徒 因为不可以收回去了 本来讲不要讲的 不过后来我讲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在那个时候 很尴尬 因为宣教师在我旁边 然后我们代表的是 那个机构 然后呢 又有两个猛族的牧者 在我们旁边 我们在做的就是 我们在支持 当地的学校 贫穷的孩子 我们是sponsor他们的 那这里有一个村长 这个村长 还拿 就是那个 他们的电台 他们会在那边 video我们 出报纸 在当天 有新加坡的团队 来祝福我们的学校 这些 所以是村长 不可以乱乱讲话 可是我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懂怎样说回来 我就记得 原来圣经有一句话 在路加福音 它讲什么呢 它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为什么我这样害怕 我是来宣教的 所以当我认 主耶稣的之后 我记得这些经文 他说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不认他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 你们当说的话 就在那一个环境 你这种发生什么事吗 那个村长就开始 跟我们讲 当地的历史 有些宣教师来到内蒙古 这些地方 然后我们有一个 非常公开的交流 而且这个公开的交流 反而成为一个 在当地能够开始宣教的 一个门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 虽然我可能讲错 可是因为我知道 在那个环境 圣灵一起讲圣灵 大声讲圣灵 圣灵的能力会感动 我们的心 知道要给我们有智慧的言语来讲 Amen 你不晓得怎么跟你的父亲传福音 你祷告啊 因为圣灵会给你对的言语去讲 第三种 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这种 你怕麻烦 如果你是那个怕被拒绝的 操练一下 懂你的福音 今天留下来上那个青年主的 这个福音课程 你就会学到了 如果你是怕讲错话的 也可以操练 不过如果你是怕麻烦的是什么人 是很老的基督徒 我在跟一些 你已经传福音几次了 然后你觉得 我又不想 怕麻烦的人是什么呢 怕麻烦的人就是不会去爱人的人 害怕麻烦的人 只会想到自己的问题 没有空间为别人付出 你知道如果你怕麻烦 你很难去爱人 你很难传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被 就是有人打电话 叫我去赶鬼的时候 是凌晨十二点 那凌晨十二点 我刚刚回到家 而且我那天服事得好累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太太跟我讲说 有这个谁的谁的 Auntie的 谁听到你是牧师 或者是传道人 想要叫你去赶鬼 因为她说她的女儿被鬼扶 我说我没有说 哇 感谢主 有赶鬼的机会了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第一个意念 我很坦白地跟我太太讲 现在十二点了 还要我去赶鬼 我很坦白地跟你们道歉 说对不起 这个传道人 还有一些的 这个软弱在当中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先冲凉好吗 先冲凉 我在冲凉的时候 我说等一下要怎么去 然后她就跟我讲 快点 她打来了 她打来了 我说我在冲凉 你又要接电话 哪里可以 你帮我接 你跟我讲一下 她说 没有 她说你几次可以下去 我说等我冲完凉 反正就是 反正她被鬼扶 蛮久了 对不对 就让她再 等多一下子 等我冲好凉 我再release她好不好 所以我就这样讲 你知道吗 我在这样讲的时候 突然间我在冲凉 我就知道说 圣灵就指责我 她说起 她没有讲起有直理 是我说的 我看如果是 我是上帝 我会讲起有直理 不过我觉得 上帝就光照我说 现在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我就好 我出来的时候 有一点埋怨 又一点不晓得 要怎么办 我就打电话给 Constant 跟她一起下去 结果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一家人 那一天晚上 都信了耶稣 我们把荣耀 归给上帝 你们这样的掌声 不是很荣耀 我要缩短地讲 不过你们要听清楚 因为神的能力是极大的 阿们 因为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 可是我们不愿意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能够 接着神的心 连着神的心走 你知道圣经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财主 这个财主 他在每一天 他都是吃喝玩乐的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这财主 在财主的后院当中 在他家外面 有一个讨饭的人 叫做谁呢 叫做拉撒路 拉撒路浑身都长窗窗 然后他坐在那路旁 财主每一天吃的饭 他的零碎剩下来的 都不要给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吃 拉撒路每一天跟他讨饭 他都不管他 等到他有一天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讲的这个故事 他讲他死后 一起讲死后 他死后发生什么事 他死后有一天 这个讨饭的拉撒路 他死了 圣经告诉我们 拉撒路去到 亚伯拉罕的身边 也就是有一点像是 去到极乐的天堂 去到神的同在的当中 然后这个财主 后来也死了 他去到哪里 他去到地狱 他去到火烧的地狱 然后圣经讲这样 他说那个财主 看到拉撒路的时候 然后看到亚伯拉罕 他说可不可以求你 叫拉撒路 点一点点的水 让我填一下 他说我现在 烧得很惨 我烧得很可怜 你可不可以让我 有一点点的水 一滴的水 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句话 第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谨慎的来读 起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由深舟 深什么 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够的 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 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就是地狱的存在 天堂的存在 有没有 有 地狱的存在 仍然是有的 今天我不晓得 什么东西推动你 爱人好啊 不过如果今天 你仍然在想的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不会想到 你身边人的问题 因为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直到那一天 你死的时候 你的灵魂 跟他的灵魂 是不能够见面的 因为你的灵魂 如果在天堂 你的朋友 还不认识耶稣的 他们会在地狱当中 在地狱当中 会有一个分离 连拉撒路要点水 给他都不能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上帝所给的 在我们活着的日子 能够听到福音 然后这个财主说什么 他说我还有哥哥 我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你可不可以 叫拉撒路 你让他复活起来 让他去跟我的弟兄姐妹 跟我的家人讲 他如果复活 他跟我的家人讲 你想想 一个死了的人 他去到神的同在 然后他复活起来 如果他跟我的家人讲 他们会不会听 会不会相信这个见证 他们肯定会相信 对不对 所以那个财主 还有一点良心 他想到他家人 可是你知道说吗 他不可以 不可以 然后耶稣说什么呢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一起讲 我们一起来读 起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有没有人从死里复活 其实有的 有一些见证是从死里复活的 可是我发现到 当我讲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仍然 仍然 这个人仍然 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心 已经刚硬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摩西和先知的话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摩西 还有所有的先知 其实如果你有 你有明白 那些去on program 就明白 圣经的来源 旧约的来源 不像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categorization 因为犹太人的旧约 他的categorization 就是Torah 就是摩西五经 还有先知所写的 原来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指向什么 你还记得 彼得有一次 他看到耶稣变身的时候 耶稣变身的时候 谁出现呢 耶稣变身的时候 谁出现 摩西还有 伊利亚 伊利亚代表什么 一直讲先知 摩西代表什么 律法 律法跟先知出现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神的话 他们指向谁呢 耶稣变身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摩西在他旁边 伊利亚在他旁边 他们指向谁 耶稣基督 所以为什么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 是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原来那个道 就是上帝 所讲的 就是耶稣基督 原来耶稣在讲的 就是你知道 他们所讲的 都是在讲我 可是法利赛人 没有听得懂 所以他们不相信 彼得在他临死之前 他在书信写给教会 他说你们从前 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 告诉了你们 并不是随从 乖巧 扭造的虚言 乃是我们 亲眼看见的 彼得要跟教会讲 在我还没有死之前 你去读好 彼得后书第一章 去好好的去读 你会发现到 彼得在他临走事前 他很想跟教会讲说 教会 清醒 你们听好 为什么圣诞节 我们这样努力的 要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的见证 是真实的 我们不是在讲一些的 一些的小故事而已 我们不是在讲说 你的阿公 以前听过的 听过的 听过的故事 我们在讲说 这个就是真实的 彼得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要跟我们说 这个耶稣 他变身的时候 我在 所以在临死之前 我要告诉你 这些预言 都是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把你的光盖起来 如果今天 你发现到 你有一颗药 能够治好 所有的癌症 你会怎么做 你会卖一百万吗 可能你会 不过如果你有心的话 你会拯救人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听到福音 然后你知道 他能够拯救你的朋友 从黑暗的当中 把他拉到光明的当中 他的灵魂 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 你会去做吗 如果你不做 保罗说什么呢 如果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所以跟你旁边说 你的光不要盖起来 你的推动力 是什么 第二 光是要带来盼望的 我们的光 在什么时候 是最亮的 就是在 最暗的地方 最近我在 好像是 友军的 最近友军 这个是你的 birthday celebration 是不是 虽然那个名字 不像友军 他是福军 是吗 他们不够快 不过 这种光 是在最暗的地方 才能够显明出来 对不对 我有时候会想到 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跟我说 他的环境很辛苦 每个人都在骂出话 好啊 我说 每个人都在骂出话 只要你不骂出话 哇 你就很亮了 如果每个人都没有骂出话 你很难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 你没有什么两样 对不对 不过如果每个人都在骂出话 然后你没有骂出话 哇 你很不一样 很容易亮出来 很容易亮出来 然后我女儿最近跟我讲 说学校 最近他们有一些的 学校的团契 然后有人就问他 为什么这个是 你也是Christian啊 他也是Christian 他说 我也是Christian 他有一个朋友说 我也是Christian 他说 然后他的朋友讲 为什么你这个Christian 跟这个Christian不一样 他说 他这个Christian是很on的 所以没有骂出话 没有什么 我是那种 有时骂出话 有时不骂出话的Christian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也听不懂 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这样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误会的言语 是不能够什么 进到天国的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Instagram 你的Social Media 你的Facebook 还是在那边骂出话的时候 我求你 我求你 敬畏神一下 好好的反思 你以为人没有看到 上帝看到你所做所为 谦卑你的心 来到神面前悔改 当我发现到 原来生命之光的 有一些的领袖 一些的基督徒 在Facebook放一些的 我没有直接跟他们讲 不过今天在台上 好好的跟你们讲 敬畏神 你不要怕Brother Chris 因为Brother Chris 什么都不能够做 骂了你 你最多最后跟我讲 Lichurch 我还更伤心 我不敢骂人 我骂了又被骂 可是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们的生命 要敬畏神 如果你不敬畏神 你有一天 你要对神有交代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有这些的人 污秽的人 不能够进到天国 不能够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要跟你说 我们的罪恶 会找到我们的 原来我们的光 如果盖起来 原来我们的光 如果灭掉 我们其实就是死心 难道你知道 马太福音第七章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是 所有叫我主主的人 都能够进到天国吗 唯有那 什么呢 做我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敬天堂不是一个formular 不是在那边说 我已经讲了 那个认罪文 讲了十次 我就能够敬天堂 敬天堂是一个 对主一个诚心 悔改 把你的生命 摆在属的轴重 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 你已经来教会很久了 可是你仍然没有 放掉一些的坏习惯 求主连绵 来到神面前 谦卑 谦卑来到神面前 让他能够知道 因为光带来盼望 真的带来盼望 你觉得你不能够改掉 你的坏习惯 上帝能够帮你 我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要跟我自己讲说 我去就是要把福音 福音本是好消息 就是带给人有好消息 我记得过去几年 当那个Uber Grab 这些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每次去载人 我最清楚载的就是这个 阿公阿嬷 然后我去载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路边等了很久 一直等不到德式 我去载他们 他们好喜乐 你知道吗 然后我问他你要去哪里 他说ICA building 很远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教会 教会在哪里 Queenstown ICA building在哪里 他们问一句话 他说 小弟顺路吗 顺路 顺路 现在不很小吗 转一圈就可以了 我太没跟我讲 你转多几圈 你就问我回家了 那我 你知道吗 那一天 我载他们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不顺路 我就转一圈 送他们到那里 然后 从他们上车 到他们下车 用福建话 没有听过讲什么 哇 你真乖啊 你这个孩子真乖啊 我听到两句话 我很高兴 乖就是你很乖对不对 他讲 哇 你这个孩子 小孩子 我听到我还很年轻 所以 我下车的时候 我说 Uncle Auntie 谢谢你啊 我跟他谢谢 他说 我啦 我啦 鬼鬼啊 鬼鬼啊 我说 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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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跟一个 阿公这样讲 他一直追着我跑 你知道吗 他要拿五块钱 他五块钱 我说 不要不要 我不可以收你的钱 他拿着 来来来 我们在我们的车 跑两圈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象 对不对 哎呀 D&D收我的钱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哇 我本来要跟他拍照了 不过我没有拍照 我跑进去 福音带给人家好消息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你再等司机来 你在等人家来 然后你等了很久 突然间有人来说 哎 你是不是在等人 然后我 这个MAD 就是带给人家祝福啊 Uncle Bernard 在 就是另外一张照片 我刚去到那里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讲 不要跟他传福音 他自己跟我讲 不要跟他传福音 他说 如果你跟我讲福音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来了 因为他有癌症 然后他是我朋友的父亲 我去到那里 我第一件事情 就跟我讲说 OK 不要传福音 不要传福音 就祝福他 祝福他 因为我 我很自由地传福音的 所以我要跟我自己讲说 收敛一下 这个是要去祝福他 祝福他 我去那边 每一次去见他 他都说 不要跟我传福音 我跟你讲 他就跟我讲教会 一大堆的问题 一大堆的问题 他说 如果你的耶稣是真的 医治我 我没有癌症 我就相信他 我还全职间地服侍神 我还会讲这种话 因为他的儿子 是在传福音的 是全时间的 所以他很生气 看到我每次在那边 骂教会 我说这个人 很难传福音 就去爱他 就带给他 我买牛奶粉给他 去了几次 有天不懂为什么 每一次去 都是他要讲福音的 又不是我 我讲 也不懂为什么 有一天我斗胆 就跟他讲说 Uncle Bernard 你要不要去 365防癌教育学会的 我讲到 这个是抗癌的 很好的 有很多人 他们经历癌症 不过不用紧 你要放心 我们去那边 我们有一个晚宴 要祝福你 我邀请他 他去那晚宴 东方比利 他讲见证 东方比利讲见证 用华文讲见证 他一句华文都听不懂 一句都听不懂 然后他很开心 你知道吗 他去那边很开心 他就这样 哇 Christophe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here 然后我就 他这样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就说 Uncle Bernard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 我其实都没有跟他 其实我们都要讲很多 他已经知道福音 我说 Do you want to accept Jesus into your life 我只是问这句话 其实 对我来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智慧 什么preparation 什么福音都没有讲 我只是直接 一刀过去 就说 Are you ready to receive Jesus in your life 我说 刚才讲的见证 你听得懂吗 他说 听不懂啦 不过我今天很开心 我说 你现在在开心的当中 我就趁这个机会 我说 Do you want to receive Jesus 他说 Of course 他讲 Of course 我还double confirm Are you sure Of course OK I will ask the 东方比利 You know东方比利 Yeah I always see you on TV I ask him to pray for you 他就过来 为他祷告 那一天开始 他就接受了耶稣 哇 我就跟我朋友讲 Why are you Farer I accept Jesus 你们要拍走 鼓励 然后 他以前 每次跟我讲 什么 不要跟我传福音 你让我医治 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讲 每次讲他等死 什么什么 就是很消极的 他信了耶稣 我还怕 他只是当天信才 我就过了不久 我去探访他 过了不久 我去找他 他去了他的儿子的教会 他去 Jerifel Hing的教会 那Jerifel Hing也跟我讲 哇 他每次都是讲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他洗礼 你要不要来 我就说 我不可以出席 然后有一天 我就有一个感动 我打给他 我说Uncle Bernard 怎样 你的癌症 还好吗 他说不好 我就是快要死了 他说 我越来越辛苦 他说 那怎么办呢 他说不用紧 我不懂为什么 每次去教会 都流眼泪 我现在跟你讲 我很开心 我已经预备好了 他说 他以前还没有信主 他说 不要跟我讲死 你医治我 耶稣医治我 现在他说 他没有说 你医治我 耶稣医治我 他说 我现在预备 要去见他了 突然间我听到 我说 这个Uncle Bernard 完全不一样 我那一天 我就说 不然 我下个星期 一定要去看他 还好我去看他 因为我去看他了 过了两天 他就去世了 连他儿子 都赶不回来看他 所以我在他上里的时候 跟他们讲说什么呢 我跟他讲说 其实耶稣一直在找Uncle Bernard 只是我就出现在那里 我就有那个机会在那里 然后呢 我就顺服主的话 我就这样 每次去买奶粉 每次跟他笑笑 然后呢 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 我发现到 我所学到的技巧 没有怎么用到 不过呢 圣灵好爱Uncle Bernard 圣灵好爱他 激动我在那边出现的时候 就让我能够接这个果子 我感谢神 因为这个成为一个见证 我跟你讲 今天你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要跟你讲一句话 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领受的 困难越大 见证越大 Amen 跟你旁边说 困难越大 见证越大 如果你现在在跟人家传福音 你觉得好困难 感谢神 不要放弃 我花了多少时间 带领他信主 三年 三年的时间 我不是每个星期去啊 这样牧师就会来找我 你在做什么 我三年的时间 透过不一样的时间 上帝感动我的时候 我就过去 感动我的时候 我就过去 三年的时间 收割了 过了两年 他就去世了 这段期间呢 我看到 我起初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在神 凡事都能 Amen 所以我们要看到机会 我们要看到 上帝给你的机会在哪里 上帝给你的机会在哪里 因为你的生命 是要带给人家盼望的 最近 我跟很多人讲说 我开始学会攀石 我说除了我的孩子喜欢攀石 我想要鼓励他们 我发现到 我攀石的时候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每一次攀石 我都跌下来 我现在攀石 攀到一个阶段 是我的女儿攀石比我厉害 可是每一次我跌下来的时候 我第二次回去 走同样的墙的时候 我就能够胜过 因为每一次跌倒 我们要从我们跌倒的环境当中 站起来 因为我们看到机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放弃 今天你邀请了 339次的时候 多一次 这个人再多一次 340次 好不好 还没有来过教会 你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 我邻居已经跟他讲多次 每一次新年 每一次的圣诞节 都买礼物给他 可是还没有收割 可不可以多一次 可以 找机会 制造机会 因为 上帝讲什么呢 耶稣基督讲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工人很多 可是做工的人很少 庄家已经熟了 Mission field is right Mission field没有问题 Harvest没有问题 果子已经熟了 问题在于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的心 所以迷失的人在哪里 在你旁边 在你的环境 今天牧师 昨天晚上牧师一直在强调 他把十二祝福 变成一首歌 还有两个version 还有12 day of Christmas 如果你没有 你们可以问牧师 他会唱给你听 12 day of Christmas 都能够唱祝福出来 你知道以前我听过 牧师的一个见证 其实不是他讲的 是尾强传道 以前尾强传道 是under他的小组 牧师是组长 你想有牧师这样的组长 你想象一下 都是要传福音的 所以伟强跟我讲 以前他很可爱的 他说可爱 他说为了要去祝福 因为他们小组 在一个corridor 在旁边 在这个one of the block 他们每次小组 他说我们要去祝福人 他就有一天 买了很多扫把 我们去扫别人的corridor 所以他说那一天 那几个星期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 不过他跟我讲说 那个成为他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就是尾强传道 尾强传道是我们的讲道王子 传福音很厉害的 对不对 就是牧师train出来的 从哪里train 拿扫把去扫地 真的 如果你能够像牧师这样 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心 去祝福人 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收割的 没有不可能收割的 不可能没有国子 真的不可能 我跟你讲 除非你没有做 光是来带来影响力的 所以现在我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故事要跟大家讲 那我希望听了这个故事 你们能够反省 让我们知道说 光不要盖起来 光是要带给盼望 光也需要影响人 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啊 准备好了没有 好 在一个雷电交加 来有没有一点sound effect 从你们那里 太可怕了 你们的大雨倾盆的夜晚 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因着暴风雨的缘故 街坊零舍的家都停电了 非常好 当灯光灭掉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黑暗中 他在寻找储藏在壁橱里面的蜡烛 好让夜间里的黑暗能够消失掉 当把他的蜡烛一个一个的点着 他就望着点着的蜡烛 欣赏壁橱里所散发的光 已经被点过的蜡烛就在那里 每一个蜡烛都融到不同的程度 他就把这个火柴点起来 四个蜡烛都点燃了 哇 整个房间就亮起来了 之前的黑暗都被蜡烛的温柔又金黄色的光芒照耀的 有光真好 既然蜡烛能够在壁橱发挥这么大的功效 不如我就干脆把你们拿到家中不同的角落 我就把你放在饭桌上 好让我们能够吃饭 你呢 就放在办公桌 让我能够阅读 这一个就给太太 好让她能够缝衣服 最后一个最大的蜡烛呢 我要把你放在大厅 好让你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嗯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怎么开始和蜡烛说话了呢 ちょっと待って 等一等 谁在说话 是我啦 你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根蜡烛 这里只有你 我 还有其他的蜡烛 丈夫把蜡烛拿到面前 仔细地观察 他所看见的 真是难以置信 蜡烛上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面孔 面孔还能够动 能够操作 又有表情 就如人的面孔一样 你不要把我拿出去 什么 我说 你不要把我拿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定要把你带出去 你是一个蜡烛 你的功能就是发光 现在外面 凹陆陆 黑漆漆的 每个人都因为黑暗 迷失方向 你应该出来 照亮这个地方 可是 你不能带我出去 我还没有准准准备 好啦 我需要更多的准备 啊 更多的预备 对啊 我决定要研究这个发光的工作 好让我不会出去犯一大堆的错 你不能想象 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蜡烛 它所发出的光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呢 我正在阅读 我刚读完一本关乎 怎么抵挡风的书 我也还在听一些关乎 足心的讲座 也正在阅读一本 关乎施展火焰的书 现在市场上最畅销的 你难道没有听过 啊 真的吗 没有呢 那你可能会喜欢这个书 叫做火焰的奥秘 这真的是 好吧 反正还有其他的蜡烛 我就把你吹灭 把别的蜡烛带出去 我们也不去 这真是一个阴谋 那人转向身 看着其余的三根蜡烛 每一个都有火焰鼓舞 在一个面孔上 你们是蜡烛 那是你们的工作就好像 可是你们的工作 就是在黑暗中发光啊 这可能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啦 你可能觉得 我们都全部要出去 不过你知道我很忙的咧 准不 很忙 安娜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我很忙 我需要反思 思考 还要打坐的哦 啊 一个会打坐的蜡烛 安娜 我在思考 发光的意义 还有重要性 如何在我这一生的蜡命 能够散发光彩 这真的是 让我心灵眼亮多了 你们听好 我很赞赏你们在做的事 我可以理解 反思的时间 真的很重要 也明白每个人要阅读 还有成长 可是你们已经在 壁处里这么久了 难道还不够时间 让你们的烛光 有领悟吗 你们两个 你们也要留在这里 我 我现在的蜡命有点乱 我还在恢复的当中 不适合出去 我的脾气也很坏 我怕我出去的时候会烧到人 我可能需要一些心理的辅导 你有认识可以介绍给我吗 没有咧 你呢 我其实真的很想帮忙 可是发光不是我的恩赐 真的吗 这不是你最厉害做的吗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看啊 因为我的恩赐是唱歌 我是唱歌来鼓励其他的蜡烛 好让他们的火力烧得更亮 最近我还写了一首新歌 叫做《蜡命之光》 OK 我们一起来唱 我不要再隐藏 嘿嘿嘿嘿嘿 我不介意你们一直唱歌 但是又发光 外面需要一点光啦 还有点音乐啦 不要再隐藏 嘿嘿嘿嘿嘿 你们唱歌可以等一下继续唱 外面真的很需要你们啦 嘿 外面有危险啊 那人把最大的蜡烛放回壁橱里 退一步看着一幅真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是个完全好的蜡烛在那边彼此上 要成为世上的光却不愿意出去 他受不了了就一个一个的把它吹灭掉 我要成为蜡烛 蜡烛呢 他们不能用了 你是哪里拿到这些蜡烛的 哦 那是教会的蜡烛 你记得吗 上次那间关掉的教会 是他们送给我的 哦 教会的蜡烛如果不想出去 就没有用了 耶稣基督跟我们说 如果盐失了味 就丢掉给别人柴 同样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光盖起来 其实光就不是光了 你即便能够写非常好听的歌 你即便能够做很多的好行为 你即便能够每一个主日都来 或者是你的服事很有能力 可是你不发光 那这一切都没有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下个星期 后个星期 再多一个星期 我们邀请的讲员 都是来布道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你们讲 这些听过福音的人 跟你们重讲 不过也希望你们能够 再次的让人家有机会 能够听到福音 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 你仍然 你仍然觉得说 我好像自己曾经经历过 可是失去的那个亮度 你不要等太久 因为星星是这样的 你等太久 它就变成死 真的是变成黑色 把它抱的时候 其实变白色的矮星 还是在发光的 你知道吗 White Dwarf Star 还是在发光的 我求你 我也跟你一起的努力 要说什么呢 我跟我自己讲说 不管我今天是传道人 不是传道人 不管今天我服侍在几岁 我看到牧师那种火热的心 不管怎么样 你懂他去到哪里 他都是把福音带给人 我们在儿童事工 看到他reach out 到他的邻居 甚至师母会去到邻居的家 跟他们洗他们的家 帮他们做backing 为什么 因为为的就是要让这些孩子 能够听到福音 我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我跟我自己讲说 我也要这样 所以我努力 为什么呢 我努力要让我自己知道说 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 我也要行道 我在这边叫你发光的时候 我要在我的环境也要发光 神明之光的弟兄姐妹 那么要清楚知道 我们活着 我们教会的目的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能够接近基督 我们一起站立好吗